今天我要分享什么呢 我之前去了中国海南岛旅游 我有去那个水族馆 当时在旅途中是有一点忙 讲真的这一趟带父母一起去旅行 因为要兼顾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说我的手帐有很多的需要 后来回到家才来做补手帐 在补手帐方面呢 可能就在家嘛 时间就会比较多 那想法就会有比较多的东西想要玩 那最近呢我接触到的就是这一个 转印贴纸 这这样子一包呢 就是说有两款嘛 这样子一包有两款 然后还有这一个 那个水族馆里面 你们会看到的那些鱼儿的贴纸 刚好呢 我最近看到了 是很贴切 可以用在我的手帐上 那这些都是热带鱼为主 好 那我在开始之前呢 我有准备了照片 那这些照片呢 就是我用Pringle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这家打印机我也是用了蛮多年 好 我们现在继续做 这个是我之前呢 有做一个示范嘛 就是想如何用转印贴纸 那我现在也开始示范 好吧 嗯 我要怎样开始呢 OK 我们排版很重要 很多人都说 其实手帐的美是很容易 就是说你的排版要做好吧 如果排版没有做好你也会影响你整体的美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要这样子放呢 还是要这样子放呢 还是什么呢 还想不到耶 这样子突然间也是可以 好 我就把照片放在这边 在放这里之前呢 我这个 这个你看到吗 这个呢就是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就是拿着照片 这个是我第一次使用 我也是在拿捏这时候要怎样用 再试看 那如果我们在使用印章之前呢 我们不晓得那个印章是多湿 还是怎样呢 你可以先盖在旁边的纸上 大概了解一下 好 那我这个呢 我就这样子 印上去 拿上来 这一次拿捏的刚刚好 也不会太湿 也不会太 就是 太干的颜色 太浅 那我这样子 我这一个画面呢 是我在里头中呢 我蛮喜欢的 那我就是 我看到爸爸妈妈一起呢 就是在水族馆里面看鱼啊 在那边讲啊 这个鱼啊 我们在哪里有看过啦 还是说 这个鱼煮什么好吃 有时真的是很可爱啊 听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觉得很可爱 然后就贴上去 那这我现在用的那个是 双面胶 tumbull的 我通常都是在 一些文具店都可以买 如果没错的话 大众数据也有卖 这样子你看到吗 他就是拿着一张照片 那这一个要怎样呢 那我就 你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点点虚线 其实我刚才放照片 那个 进去那个打印机的时候 是放错了 其实放错了对我来讲还好 因为也 因为我本来就想着取这个圆圈而已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子剪掉 这样子放上去 好 ok 那我再来加一点点的那个 颜色的东西下去吧 我就想加一点画面的东西了 好 你看 有人问我说 转印贴纸是怎么用啊 还是什么啊 那我就大概大概 好我这边我都想要用 那我就把它剪出来吧 为什么我会想用转印贴纸呢 其实转印贴纸跟一般的贴纸是有一点不同 哎呀 它跑出来了 因为这边一离开 它这边这一面是有黏性的 所以说就要顾好来 好 为什么有人问我说 我喜欢用转 会开始用转印贴纸 其实我之前也有用很多种贴纸 那转印贴纸最近接触到呢 会发现我很喜欢摸它 其实其实是画面的 好 这样子 看 我就 刚才说我这么紧张 因为一离开这一面呢 这一面是带有黏性的 所以说就要快快的黏上去 黏上去了过后呢 有的朋友呢 就会用一只很美很美的那个棒子来推一推 然后我这个孤寒的人呢 就现在用着那个 冰淇淋棒 就来做完成 其实因为这本书 我已经黏了很多面东西 所以就难免上是有一点厚度了 然后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好 我们试试看吧 这个 再看如何 哎呀你看 真的 因为凹凸的关系 导致它没关系 所以我现在推下去 好 嗯 可以 还 算是 好 再剪 我应该要把几个部分剪出来吧 会比较好 好 这样子呢 就不用担心它一直拖上 就打算把这一张转印贴纸用完去吧 就在这一面 好 再一个一点点的 你看 这边它的黏性 所以说要做就要快快的推推推上去 其实这个转印贴纸 这个已经是有一些图形上去 所以说你就是在那边 那如果你像我有买那一个整张的话呢 你可以在上面再画线啊 你要剪什么你再来贴出来都可以的 那我说真的 这个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使用转印贴纸 一切还是在捉摸中 所以说你会看到有很多很不好的状况出现 不好的状况出现也是好啦 给你们看一看说在使用可能会面对的问题 不然人每次看到 什么东西都好像都做得很完美哦 那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 我们都是从很多事情学习中的 OK 看 这是很美耶 我就会很情不自禁的 会一直会想摸它 不懂其他的朋友 会不会有这样的那个像我这样的 乖屁呢 其实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才想到我露哪一样东西 放在这个桌面上 等下再看把怎样补回去 OK 你看开始有整个是不是像我在水柱馆呢 其实我这张照片我在拍的时候是咕咕的点子 他说你坐在那个圆圈里面 那我帮你拍 我这一趟的里程真的是咕咕帮我拍了不少照片 要感谢姑姑 好 这个 我先放过来这边 然后再继续 其实是轻轻就可以啦 不用用牛腻啊 黏上去了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再来看这一张 好 再要放哪里呢 这边还可以再加一加 你看到我没有把它放得太拥挤 因为我要留一点空间给鱼儿游来游去啊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鱼儿要放哪里呢 如果我把它黏得太拥挤的话 好 好 这样子 好多垃圾 每次做完这些手帐呢 其实就要修饰一轮 这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幕后的故事吧 好 现在要放这边来看这边 ok 有时真的我做手帐 我其实没有说一个很固定的形式 就是一直在一边做一边在玩 一边就是在看情形的做改变 有人问我说有没有一种formula 其实也还没有啦 就是大家看着随机影片 好 现在这样子 你们看到吗 这个画面可以凑成好像你在水里的那种 那个画面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打开这一个贴纸 这个贴纸我并不是第一次买的 我之前还有买过其他款式 就服装啊 蘑菇啊 那鱼儿呢 其实我鱼儿想买很久了 因为我发现我去旅行还蛮常去水珠馆 这个应该很好用啊 因为我今年去那个冲绳的时候 也是去水珠馆 那我之前去福山也有去水珠馆 还有去哪里也有去水珠馆 就水珠馆其实也是一个旅程中的一个蛮常去的 那为什么这一趟旅程会去水珠馆 就是因为海南岛遇到雨季下雨 那下雨的情形我们就要随机应变啊 改变我们的行程 本来是户外活动的 我就改成了就是去水珠馆室内的活动 好 你看 这样多鱼喔 可是我还 看不到这样 好 OK 我们先捉一条鱼 黏上去啊 对它的黏性很黏 这个我现在变成 我要很小心 我很怕鱼的尾巴给我拉断了 啊 原来里面还有一只柠檬 是吗 OK 鸡手压脚一点 好 加上一条鱼在这里 好喜欢耶 因为它的鱼的方向不是说拳头是一个方向感 这样子我们可以 真的好像感觉我是在水珠馆吧 你看 我要看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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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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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也是可以啊 那我们再说再补一点点东西吧 要补什么呢 感觉上已经够了吧 好 再补上这一条东西上去 那我可以再贴 再拼贴上 再贴上两条鱼上去 就感觉这里有一点空 小的时候我就在家 我是有那种很喜欢填补空间的人 就是忍不住不能接受那种 太多空洞的地方了 那我很喜欢就是把那个画面挤得满满的 那种感觉 好 这个鱼儿再粘上去 这样子就是很简单的完成了 这个水族馆的手帐 当然说并不大 不过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在雨季啊 还是什么的时候 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好的地方 那同时其实这样的地方 蛮适合带爸爸妈妈去啊 因为不会太辛苦走动啊 空间也比较大 那小孩子也很适合 他们那边也有开办那种浮潜的课程啊 给小孩子 那如果你们是亲子游的话 也可以安排过去 那旅行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随着旅程上的一些事情的变化 那我们再来做一些变通 对啊 我要放回去 好了 那这样子 这个是 好 没有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回去 为什么刚才我这样快放回去 因为就是怕这一个纸脱了 等下它就会黏了 这个是 好 这样子的画面 就是完成了一个水族馆的手帐 OK吗